位在竹山大安的小山坡地 種滿了一顆顆紅毛丹 每年春季過後就不斷開花結果 大致有四貨 中秋節前後 這一季為年度當季送禮的最好選擇 古原主人吳青炮指出 栽培紅毛丹已經有48年之久 期間不斷驗化改良 目前品種有基本的12號、15號 另外之前開發成功的金毛 白玉兩種改良新品種 已經開始施滿 金毛跟白玉這兩隻的褲子 裡面織蜈蜈蜈 它的頂高超二十多 所有的在這個12、15號 跟這個白玉金毛的當中 這都總是千里毛 真好吃 不在那個毛夾在那個肉 它是夾在智林 夾在肉 所以紅毛丹 好吃、難吃 是蓋在那種毛 如果不要夾在肉 讓人吃到那個口感 比較不會讓人打水 或是誰 不覺得我們糟糟的壞吃 這個 以我年齡來 度安已經七十八歲了 漸漸在那裡 他給我們學生 我們學生 他現在也是很疑心 到我孫子 都在家裡的這些東西 這裡的面子 差不多是五公斤 比較多 每天看到這個東西 他們的成長 他們的這個 讓我們有一些成就感 你做就做不算 那也非常感謝 你們如果有時間 每年來吃紅毛丹 應該是有啦 國園純接人 吳明田表示 感謝父親對紅毛丹的 用心栽培 從種植到現在的努力 傳承到手上 國園純接人 將會把它發揚光大 用有機栽培 或是找其他合作廠商 繼續發揚紅毛丹 在這裡 首先要感謝我的爸爸 從種植紅毛丹到現在 所有的努力 才有今天這個成果 傳承到我這兒 我會把它發揚光大 用有機栽培 或者是找其他的合作廠商 來繼續發揚這個紅毛丹 想說可不可以把它推廣 讓更多人知道 更多人可以品嘗到 紅毛丹的美味 這紅毛丹 我們有12號跟15號 花田12、花田15 也有金毛丹 還有白玉 白玉跟金毛是最新品種 希望說推廣的出去的話 讓台灣所有人可以品嘗到 紅毛丹它的鮮甜滋味 謝謝大家 今年受到氣候的幫忙 造就紅毛丹豐收 品質相當良好 而透過網路銷售 以及口耳相傳 就已經賣得相當好 也有很多客戶是親自到當地採購 由於無錢里長 所在重的紅毛丹 具有全力模特色 骨肉與內殼可以完全分離 因此很受到客戶喜愛 也造就了很多回頭客 讓媒體的產量都能夠完壽 記者陳銀智 祖神正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